各位在这里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个猪瘤感 这个就发生在2009年 是由美国那边发生开始的 所以我们看看那次的猪瘤感到底灾情如何 和今次这个新型冠状相比哪个灾情严重 大家可以看看已经有数字 当然今次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灾情现在未完 所以最后人数未知 但是我可以说一说已经过去的猪瘤感 它叫做2009年H1N1PDM09 这个就是它的全名 根据美国自己的CDC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它们自己的防控中心所谓的报告 在2009年的事件之中 估计有6,080万宗的个案 他相信有范围有4,330至8,930万人之中 而引致住院就是274,304宗 而相信死亡就有12,469个死亡 而这个病疫在全球性来说 估计影响了151,700人至575,400人 而大部分这次影响到的死亡个案 都是小过60岁的 这个与平时的跪迹受漏感 是有一个非常之不同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次的猪瘤感引致死亡 是在说万计的 是12,469名是美国的人死亡 我不相信 今次的新型冠毒病毒 会在中国死亡超过1万人 我绝对不相信 暂时死亡人数是千多 而我期望以后死亡人数会急剧下降 每一天死亡人数会急剧下降 那累积的死亡人数 应该是在2,000以内 这个同在2009年 在美国当它发生这件事 美国政府做了些什么 美国政府有没有保护人民 由这个灾情不要抗得那么厉害 它有没有做到事 而我们见到今次 中国政府下定决心 将武汉封城 将所有的人 所有有可能存的人 全部在武汉里 没有将这个病情扩散 不会像美国那样死亡几人 大家可以苦心自问 到底哪一个政府 是对自己人民负责一些 大家自己想想吧 好 好